银行债务问题 债务问题 债务问题 您是不是面对银行债务问题想解决 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呢 市面上解决债务的问题 可以有很多种 比如将您的卡在转公期 还有就是借一笔新的贷款 偿还旧的债务 如果在这个时候这两种方法 已经超出了您的预算 还是无法负担 那唯一的方式就是AKPK了对吗? 那您有没有想过 银行有一个能够帮助你 债务重组的方案呢? 那就是房屋融资 房屋融资可以Cash out一笔钱 使用在企业周转 物质装修或者是集用之外 其实也可以用来 偿还您的这个债务 比方说如果您现在面对的债务 可能是200千 每月偿还大概10到12千 如果您就算做 卡在转公期 每月需要还6到7千 还是觉得负担很高的话 却又不想进AKPK 因为不想在AKPK期间 要Cancel您的卡或者是 暂时性借不到贷款 那您就可以考虑 房屋融资了 如果您的房产值300千 就可以套现金Cash out 80%出来大概240千 Cash out的钱可以延长 工期时间之外 还可以以最低的利息 偿还您的债务200千 而房屋融资的每月 工期只需要大概在2千以内 甚至可以将你的工期拉到30年 而且利息大概在4到5%左右 那您就可以以最轻松的方式 偿还您所签的债务200千 但房屋融资的申请也需要您符合银行的条件 还有所需要的资料 而且您的房屋也有Value 还有Cash out的Amount 足够Cover您的债务 如果您有面对这个银行债务的问题 本身又拥有自己的房产的话 那您就可以考虑 房屋再融资 从族您的银行债务之余 又可以有多余的现金在手上哦 想获得我们SPH专业的免费咨询吗 现在就通过WhatsApp 赶紧联系我们吧